CBA的常规赛继续进行 北京队大战吉林队 对北京队来说 上一场输给了山西队 这一场完成了赢球 以105比76击败吉林队 数据方面 吉林队的崔敬明16分5助攻4篮板 江雨昕9分4抢断 丁浩然9分5篮板 忠诚7分 戴怀博6分 江韦泽6分4篮板4助攻 刘宇涛6分 北京队的吉布森17分8篮板4助攻 翟小川13分7篮板2盖茂 林书豪12分8助攻3篮板 嘉尼游12分7篮板4盖茂 李牧豪11分7篮板 范子明9分6篮板 刘小宇8分4助攻3抢断 雷蒙8分4助攻3篮板 田宇翔6分 对北京队来说 的确需要一场胜利来一扫阴霾 因为 上一场与山西队的比赛 他们眼看着要赢了的样子 但最终还是输掉了 不得不说 山西队的任性 真的是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支队伍 看起来的实力并没有那么好 但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 却是非常不错的 这样的现实 证明了山西队的底蕴 也证明了主帅杨学宗的能力 回过头来说这样的比赛 上赛季战绩比山西队更好的吉林队 本赛季却打得很挣扎 如今的他们 更是只在联盟第12名附近抬怀了 这样的吉林队 似乎也是到了一个瓶颈了 更加可怕的是 球队从外援到本土球员 这样的一场比赛 都看不到任何的斗志与士气 比如 这样的比赛 吉林队的外援琼斯 出战23分钟 投篮11中2 3分3中0 罚球6中5 砍下9分4篮板 9助攻3抢断 一概冒的数据 此外 还有一次失误和三次犯规 这样的琼斯 这样的发挥 的确是不够好的 而且更加可怕的是 从比赛的感觉来看 琼斯个人的发挥不好就算了 个人的态度也有点问题 给人一种出攻不出力 有点懒散的感觉 所以在网络上 已经有人在质疑琼斯了 不少人就表示 这样的琼斯 真的是来打球的吗 考虑到琼斯之前很多的言论 你只能说 这样的琼斯 这样的态度 也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比如 明博导演我谈的CBA 就在网络上表示 早起在现场 看了一整场琼斯的表现 他这种对待中国联赛的态度 好多年没有见过了 CBA给的你重新工作的机会 中国球迷也希望你可以尊重这个联赛 这样的分析 的确是客观的 这一点 数据不会说谎 本赛季到目前为止 琼斯场均21.4分7.4篮板 6.6助攻 投篮命中率39.6% 三分命中率16.1% 罚球命中率71.9% 数据看起来似乎还可以 但这效率你只能说 这给谁都能有这样的命中率吧 毕竟大家都是职业的运动员 只要给机会 不少人还是可以打出来的 这般琼斯 的确难以令人满意的 11中2 琼斯打得毫无斗志 这样的球员真的是一言难尽了 不管怎样 继续关注吧 看看之后的琼斯 他的发挥到底会如何吧 眼下继续关注就好了 陈伦伟発射算洁 的专达 的专达 赞订队会 请不吝点赞订队会